大家好我是龐德 今天自己的车车自己修要讨论的是 如何正确的选择以及更换自动变速箱有 自动变速箱在市面上主流的就是一般易压的所谓的手自排 再来就是CVT 无断变速 再来就是所谓的双离合器自动手排变速箱 虽然是包括欧系品牌日系品牌他们所采用的变速箱制造商可能是不同的 但是这个油品的选择以及更换的过程大概是有一个一致性的 比如说主流的所谓的自排变速箱就是我们讲手自排 第一档再向加减的这种自排变速箱 这些所谓手自排变速箱所需要的变速箱油的规格或规范 一般完全要依照车厂或者是变速箱制造商所提供的规格 但是规格说实在非常的多 随便举例一个比如说这个随便拿一瓶 这个写说它这个是recommended by这个艾克森 for use in applications requiring gm dextron 3一般我们讲d3 然后呢福特4的 mercon and allison c4 也就是说呢这一支油它告诉你说呢 它有送去gm的d3h 福特的mercon and allison c4 送给他们做这个认证 等于说如果说你的变速箱是要求这三个规格的话 这一支油是一定可以用的 好那比如说这一支呢 这台湾的国光牌 大家知道国光牌的油呢其实并不便宜哦 那当然很多想法不太一样 尤其是我们的问奖大哥很喜欢用国光牌 他们认为说呢这就不会有甲油的问题哦 这是一个看法 好所以呢当然很多的这个车友讨论啊 常会讲这个油好那个油好 等等不排除说呢有一些这一个他可能没有送过那么多认证或说非原厂指定油 也许有什么特别秘方他的确是更好或是可以用但是呢我一直都建议说变速箱油呢我刚才讲他其实非常的敏感的 尤其是现在呢这个新款的变速箱变档要快要挡挡锁定要求越来越高 最保险的方法还是要用原厂指定机油或者说自动变速箱制造商指定的机油最为保险最为保险 好这个是选油的部分再来呢就是要跟各位做示范就是自动变速箱的油品更换 这个部分呢很多车友讨论啊哎呀就是换了变速箱就坏了没换没事啊 那变速箱呢这个油味要怎么检查啊发动的时候检查还是熄火的时候检查 那么热的时候能不能换啊还是一定要凉的时候才能换啊 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就以这一部BMW的这一个GM变速箱来跟各位做示范操作 好我们现在赶快来把整个自动变速箱油更换的一些要点和操作过程呢 来跟各位做示范说明一次 好首先呢漏自动变速箱油呢就是看这一个油底壳的一个螺丝孔把它放掉就漏掉就是了 那如果说你同时要更换滤芯的话呢那就必须把油底壳给拆了 好而漏油这个动作呢你要在冷的时候做热的时候做呢其实都没有差别 那有一些车子呢可能扭力转换器啊也有个放油口 那如果有的话啦好也这个时候呢同时放一下 要不然的话呢扭力转换器里头油啊是换不到的 好接下来但是最重要的好就是呢新的油要填进去 好这个呢最重要的动作第一个一定要呢进入它的一个换油工作温度 好这个最准确的呢当然就是用诊断电脑好去进入变速箱 读取数据好去把这个变速箱油的油温呢把它读出来 那我们读出来了显然呢是室温的 好那为求比对呢我们一样拿这个红外线的这一个温度枪啊 来打这个油底壳的油底壳的表面测出来呢温度跟这一个呢变速箱内部读取的 温度 sensor的这一个数据呢基本上是吻合的 好那以这一款B&W的318来讲呢它是30度到50度这个范围内 是它建议的一个所谓的填补油量的温度 好为什么填补油料的温度呢是这么重要的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所谓的ATF 就是自动变速箱油它的整个散热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从这个变速箱的侧面可以看到它有两支油管 好这两支油管呢一进一出 好它往前延伸 延伸到前面呢我们看有便当盒 这个便当盒呢其实呢叫做热转换器 它其实不叫做冷却器 为什么呢因为变速箱也是有工作温度嘛 那你车子刚发动的时候呢引擎本身有燃烧是会发热的 变速箱是不会的 它只能慢慢透过呢金属跟引擎有接触 慢慢的把温度呢传导到变速箱本体 那车子走之后呢机械的摩擦慢慢慢慢的产生热 所以呢它达到工作温度的时间一定比较慢 所以在冷车刚发动的时候呢 这个ATF啊它流到这个便当盒里面呢 其实是让呢被引擎升温的这个冷却水 好它先升温了嘛有热水先跑到这个水箱里头 好这个升温的冷却水呢先把这个ATF的油啊 让它升温 把自动变速箱的油呢先温度提高 好提高之后它倒回变速箱 好这个时候呢变速箱温度呢就会早点达到工作温度 好等到呢引擎也达到工作温度 然后变速箱也随着达到工作温度之后呢 如果过热的时候这个时候ATF温度 如果已经高于水箱的水箱的温度的话 这个时候呢它就被散热 所以呢这一个所谓的便当盒 它是借由引擎的冷却水来做热交换 而不一定是冷却而已 所以一般叫exchanger而不叫cooler 好温度确定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侧面的 好这一个ATF的这个螺丝呢准备给它悬开 但是悬开之前要记得呢要怎么样 要把引擎给发动着 因为如果呢你已经没有发动的情况呢 现在这个油位喔 如果是有油的话啦它应该比这个油孔更高 好应该比它更高 好那我们是做填补嘛 好我们现在不能转开先发动引擎 好引擎发动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螺丝转开喔 当然呢以这个BMW的这个GM变速箱来讲啊 它这个侧面的螺丝喔你看是内心形螺丝嘛 这个呢常常啦可能这个不当的这一个施工喔 这个牙已经坏掉了喔 所以这个变速箱之前这个螺丝的牙呢也已经坏掉了 那如果说已经坏掉转不开的话呢 你可以用一个这个冲子或者比较硬直的一字旗啊 不能有手把的喔 好把它敲开来 好打开来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灌油了 好我们现在有点烟喔 因为这个在上下变速箱的时候呢 那个排气管啊是有喷WD40的喔 这烟底下就会散去喔 这个跟我们这个维修动作是无关的 大家不要紧张 好现在加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油呢满出来了 满出来这个时候OK咯 OK咯 那你说扭力转换器的油怎么样呢 所以刚刚在发动的时候呢不要忘记 要PRND来回打个两三遍 让整个油走过一次 那现在油漏出来呢 表示呢这是一个正常的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这个呢动作要快 绝对不能让它温度超过50度以上 好我们现在先锁回 赶快凉凉现在的温度 好油这个温度看起来显然不到50度 所以动作要快 在50度之内 一定要做完整个灌油 然后PRND走一遍 然后呢把这个油 加到从加油口露出来为止 整段动作呢 才算做完 好那做完之后呢 也可以去试试车咯 好 所以变书箱的故障喔 一直是这个网路上非常热门的题目之一 而所谓变书箱油的更换呢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题目 那么以我自己的经验呢 我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呢 变书箱呢它产生的故障 原因当然是非常多的 而这个变书箱油呢 当然是关键 但是呢它绝对只是关键之一 所以呢有些人会讲说 换完油变书箱就坏了 或是说呢 这个好好的要不要去换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你换的油规格是对的 然后呢你换油的过程 你的施工的SOP是对的 那你就可以排除掉说 你这个机油可能造成变书箱的伤害 好比如说呢 哎呀你跑了这个四万五万 要不要换呢好好的 那其实如果你决定要换的话 只要这个机油是对的 施工过程是对的 那你就换吧 那如果呢换完之后呢 跑了七万八万 变书箱坏了 你说是不是油害的 只要你确定我刚才讲的 规格对 施工对 那就不是油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会有 网友讲说呢 哎呀这个 这个kick down 是不是会伤引擎啦 伤变速箱啦 那么下坡的时候呢 用这个低速档引擎刹车 是不是会伤变速箱啦 其实 我都必须讲说 车子本来就是耗损的东西 你每一个这个比较倾向激烈的动作 当然就是一次耗损 那你要解释成伤也是可以 只是说呢 不应该因此而不去用它 你有需求就要去用 就要去用 而这个变速箱油的部分呢 通常来讲啦 通常来讲 只要你掌握到油的规格正确 成了我一开始讲的 你这个变速箱油呢 要符合某些规范 你到底是不是符合的 然后呢 你油要真的 然后呢 最好就是拿那个 该OEM厂 或者该车厂的原厂指定油 是最保险的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主要就是温度的问题 你只要在一个 原厂设定的工作温度内 去丈量到那个标准的油味呢 其实就不会有问题了 再那么担心的话呢 就加一个所谓的这个cooler吧 但是呢 外加的cooler的话呢 它就不会像原厂的是exchanger 它就是外接 接到呢 前方跟水箱一样 只会撞风 所以呢 它就是避免掉过热 但是呢 当然不会有冷车提温的功能了 今天关于自助箱油的 这一个更换的影片 希望您会喜欢 我是庞德 下回见 拜拜